国人朋友大家好 关心纽家园 欢迎收看1月17号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为在南屯区的中台路 是唯一连接大渡区的道路 沿着大渡山被挤行驶 民众可以饱览美景 但在交通巅峰时期 却时常拥塞 为此市府是编列总经费2亿6千多万 将永春南路向西侧延伸到中台路 圈长大约960公尺 历经10年的时间 终于是打通了道路 启用鼎礼这一天 市长卢秀燕也出席剪彩 附近的居民也开心 终于解决了交通瓶颈的问题 保佑人员通车一届 平安顺利请三拜 礼拜 市长卢秀燕以及余惠贵 并向四方实名前程助导 感谢保佑工程顺利圆满 4 3 2 1 请用剪 倒数剩下众人共同剪彩 宣告永春南路延伸开辟至 由原路道路工程正式完工启用 花费10年的时间 历经三位市长终于成功打通永春南路 延伸到中台路 未来沿着永春南路执行 就能够到达浪漫唯美的旺高辽 增加交通的便利性 整个新建的过程将近10年的时间 那这个总共金会发了6亿元 那所以对于我们南屯区或大渡区 或者甚至是这个周边包括乌日 包括龙井等等 大渡等等 交通都很方便 不过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因为呢我们要不断的建设 让我们的市民在交通上 在生活上 在观光旅游上能够更方便 中台路是南屯区唯一连接大渡区的道路 但交通流量已趋饱和 每到交通尖峰时刻就会拥塞 加上永春南路北侧周边车流量高 为此市府编列总经费2亿6千多万元 将永春南路向西侧延伸新辟至中台路 缓解交通流量 沿着大渡山及行驶 沿途更可保览绝美的夜景 这条路开通 其实它可以串连到我们南屯区 往我们这个乌日还有我们大渡地区 那中间呢我们在这个中台台地 上面有我们的望高辽夜景公园 也有我们的可爱动物园区 那一道游泳路我们还有蓝色公路 那到乌日我们知道也有温泉区等等 所以这条路呢不仅出解交通 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到景点的地方呢 非常的顺畅 经任局表示这一次除了是 做道路以及两座桥梁工程之外 还包含两座永久制洪池 同时因应地形建制桥梁 降低环境开发冲击 设置永久水土保持设施 而原有的树木也全数保活移植追踪 让开发和环境生态取得平衡 建成专台中抢报道